不 我不肯和解 不肯和解 不肯和解 這是不肯和解的事情 他還在自己的直播 只能說沒有啦 我只是聽人家講啊 狡辯 狡辯啊 我告我告到底啊 我花了很多律師費 因為他這些講話 導致我的IG跟我的臉書 很多人在下面罵我破XXX 很多人在下面說什麼咖啡 之前的圍巾百科嘛 被改什麼白XXX 乾爹伺候啊 什麼什麼之類 我都告啊 然後他們之後都有在私訊我說 對不起 我是因為TOYS的影響 他們說我聽TOYS講 那是不是對我影響很大 那我這個 是不是該告 先跟大家講一下我開庭的時間 29號 你們要去報嗎 我那天要化妝了 我不知道TOYS會不會去啊 可是我現在看他 我就覺得就是 看他噴別人 或者是他被鼻眼噴 我都覺得還蠻好 蠻好玩的 哈哈哈哈 他本身是一個蠻好玩的人 就是一個 對 有可能要和解嗎 不 不肯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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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肯和解的事情 他說我被包養 連你們都覺得說 他講的話就是 就是 意指我包養對不對 然後他還在自己的直播 整個說沒有啦 我只聽人家講啊 狡辯 狡辯啊 連正常人都會覺得說 他講的那些話啊 就是什麼 我是破X 我被乾爹 什麼什麼 他說乾爹只是一個 什麼 我覺得真是狡辯 我覺得如果你勇於承認 你勇於承認就是 你是在罵我 我覺得我還OK 我可能不會告你 可是你在那邊狡辯的話 我告到底啊 我花了很多律師費 因為他這些講話 導致我的IG 跟我的臉書 很多人在下面罵我破X 很多人在下面說什麼咖啡 連我爸媽打電話來問我耶 我爸媽說 那有發生什麼事情啊 為什麼 為什麼人家罵你這樣子 你不是好好工作嗎 他真的是影響到我的家裡了 影響到我家裡的人了 然後也影響到我周遭 還有很多 不跟我太熟的人的想法 之前的圍巾百科嘛 被改什麼白X 乾爹伺候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都告啊 然後他們之後 最後有在私訊我說 對不起 我是因為Toys的影響 他們說我聽Toys假 對呀 那是不是對我影響很大 那我這個 是不是該告 如果不告的話 是全世界人都覺得我說 我是破X 我每天都在伺候乾爹 你看我現在伺候乾爹嗎 我現在在工作 我哪裡在伺候乾爹 對啊 所以我覺得Toys 要為他自己講的話負責 不然他之前受到什麼傷害 我不管啊 對啊 就是講話還是經過大腦一下 然後再去講 對 然後他 我就希望 希望29號開啟可以看到他囉 對啊 畢竟 就是 這樣敢講的話 那我們就面對面講啊 對啊 我就看他要怎麼去狡辯 什麼 他是香港人 不懂 這個事情